欢迎来到赵旅拍案 我们在节目中多次跟大家聊 我国台湾地区缺电 电力太紧张了 紧张到最热的时候 台湾规定很多政府部门公共场合 空调必须打到28度以上 中午休息时间还必须把空调给关上 那么台湾怎么解决电力问题呢 在我看根本是无解 火力先污染 何能害怕爆炸 风力吧 不缺电的时候风很多 能发很多电 存储不下来 缺电的时候没有什么风 发不了多少电 以往我就给他们出过主意 我说你根本是无解的 你最好的方案就是 跟祖国大陆买电 把一根细细的电缆 铺设在台湾海峡的下面 让祖国大陆的电 温暖整个宝岛 这不是一个好方案吗 当然了 人家是不听我的建议的 所以啊 有的台湾岛内人物 最近又说了 用爱发电是不可能的 他们想了什么招呢 他们想了一个绝招 把台湾居民的用电电压 调整一下 你别说 这哥们肯定要学过初中物理 今天台湾岛内的用电电压 电压是多少呢 110伏 咱们大陆用电的电压是多少呢 居民用电220伏 工业电380伏 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呢 学过初中物理的朋友们都知道 用电电压越高 电力的损耗就越小 换句话讲 用220伏就能比用110伏 节约那么一些电力 当然了 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也是使用110伏的 为什么呢 因为110伏电率相对比220伏 要安全一些 咱们这么讲吧 当年我们国家开始大量铺设电线电缆的时候 咱们相对经济比较落后啊 所以我们为了能多节省一些电率 少花一点钱 咱们选择了220伏电率 而台湾一直以来都是110伏电率 所以台湾岛内的人物就说 这样吧 现在台湾经济也不好 入不敷出的 电率又不够 干脆咱们把整个台湾岛全都改成220伏电率 这不就能节约很多电了吗 这可以解决台湾电率荒的问题了呀 好啊 这真的是一个好主意 至少在电率上 我们可以先跟台湾统密起来了 咱们这么讲吧 在最开始大量铺设电线电缆的时候 不论选择110伏 还是选择220伏 这个都正确啊 这都是从当时当地的情况因地质疑做出的选择 只不过这个选择一旦成型了 就很难轻易改变呀 为什么 因为电率设施实在是居民生活城市建设最基础的东西啊 您想啊 整个台湾2300万人口全都使用110伏电率 每一栋高楼大厦居民住宅铺设的电线电缆是按照这个110伏电率准备的 每一个变电所变电站是按照110伏准备的 甚至每一个老百姓的家用电器 那都是按照110伏设计的呀 有人说 哎 没事 没事 那个咱们去国外旅游 咱也清楚啊 咱不是都可以拿个转换头吗 我跟大家讲 那个转换头能解决的是个小问题啊 你给手机充个电 给个小小的电器充个电 那还行 你给稍微大点电器充电 这个电压从110变到220 对用电器来讲可能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啊 有很多经常去台湾旅游 甚至台湾长期生活的人都说 你在祖国大陆买的那个什么电饼轰啊 电饭锅啊 你整个拿到台湾去弄个转换头 很有可能嘎啵 电器就烧了 而且有人说 原本220伏电压适用的用电器 拿到110伏的环境 可能还没什么危险 可如果把给110伏电压设计的用电器 拿到220伏环境 那可能会带来一连串的灾难 所以啊 对于普通的台湾老百姓来讲 咱都甭说 你这个整个住宅 电线电缆要大动多大换 你这个用电器就换不起啊 家里的什么所有电热水器电脑冰箱彩电 那是不是全都得换一遍啊 那给台湾老百姓造成多大的经济负担呀 所以啊 我真不知道提出这项主张的台湾人 他到底是脑子进水了 完全没有任何电力常识呢 还是他就是想话中取宠 随便提出这么一个话题 告诉老百姓 他们又有了一个解决电力问题的方法 其实啊 我倒是挺乐见这个政策的 好啊 就让他们多花点钱 先在电力上跟祖国大陆统一起来嘛 讲到这儿 可能有的网友也关心 那么在今天世界上 主流国家的电压到底都是多少呢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表格 感兴趣的朋友 您可以关注我们赵吕拍案 回复电压两个字来看一看吧 赵吕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